今天EG各股推介是阿里巴巴9988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选原因 是港股足底回升 新经济股反弹力度更大 综合前载征服和基本因素 首选据分拆利好的阿里巴巴 阿里启动重组 摩指各项业务开始展现出生活力 竞争力增强 其中阿里旗下物流部门赛料 已经在9月底上再招股输 计划在本港主板上市 随着阿里分拆材料上市 组织架架调整之后 未来指集团上市陆续推进 阿里股东回报逐步显然 阿里股价在80元附近有望足底成功 并且逐步反弹 中期股价在76至102元上落 今次反弹可以先上网9月份高位94元 以昨日收市价84的陆计 潜在升幅1乘1 若以8月份延伸资金的下降轨 纽约88元算 潜在升幅4% 策略上可以是80至85元之间卡纳 专商看法方面 近期多间大行 给予12个月目标价130元以上 见 Santana weekend 您回答 您× 我是 您 Y 你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